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有关儿童的会议上 突然插开话题 表示感谢国际社会关心中国台湾地区的地震 这让很多台湾民众表示非常的不爽 认为对岸在搞认知作战很无耻 而与此同时 魔共对内他也没有闲着 他对内鼓吹说 中国要给台湾送救援物资 但是却被民进党给拒绝了 有时候民进党当局办事确实是挺令人心寒的 今天早晨台湾花莲地区发生了七二三级的大地震 灾情发生之后 国台办是第一时间表示密切关注灾情 愿意提供协助 大陆诚意满满 而台当局却板拒了 那实际上每次台湾发生地震 水灾等自然灾害 大陆方面都是第一时间表达救援的善意与诚意 然而民进党当局考虑的 不是如何更快更好的救助民众 而是对大陆表态恶意揣测 多番拒绝将政治私利凌驾于民众的生命之上 当然台湾的红色媒体也没闲着 借此猛批民进党 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敌意之后 大陆还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你发生地震了 我们可以协助 不要不要 多好的机会啊 那不就可以化解了两岸的敌意吗 民进党不是 民进党是在所有可能的场合跟时刻 他都要建筑两岸的敌意 你不是挑衅不是引战是什么 这种人还有人性吗 对此啊 在我的频道里啊 以前多次出现的李东线 还不忘了自己党员的使命 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里大放厥词 民进党当决 把人民群众当蚂蚁 都生死关头了 还搞这一套 拿人民生命财产当什么 对不起各位 我又恶心到了大家 关于这货啊 只要我做视频 他一出现频道网友马上就向我说 对不起恶心到我们了 他们必须要换台了 就头一次有一个人能对我的频道 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那就是这位台湾人 甚至呢 还有很多网友啊 认为民进党当局 不要也得要 由不得你们 甚至有人说呢 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好一个小人和君子 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差距 只能如此之大 把一个每天都想吞并台湾 甚至不惜用武力夺取台湾的魔供 说成是君子 把拒绝虚情假意的台湾 说成是小人 这就好比邯郸案 把受害者一家禁言 监视起来是一样的操作 黄鼠狼给鸡拜年 哪有好心眼啊 搞笑的是啊 虽然中国这边说台湾不接受援助 可大陆抖音里啊 竟有人发视频说 正在给台湾送物资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也想问问各位啊 台湾的朋友们 你们有收到这些物资吗 再有啊 大虚伪土豪陈光彪 给台湾的花莲县光复乡 海峡两岸传统文化基金会 捐赠了一千万元 我也想问问大家 这笔钱 有没有用到你们的手上 你别打着捐赠台湾的旗号 给红色势力输血 破坏台湾不说 还反过来说是帮助台湾 还搞到台湾人吃牙巴亏 哪有这样的道理对吗 那就在我做这集内容的时候 有台湾的网友留言说 有一点小粉红可能不清楚 花莲在台湾基本上是半独立王国 长期由坚定支持统一的 富家王朝统治 所以花莲献民 其实是小粉红的伙伴 你们诅咒错人了 这么看来啊 花莲还真是一堆支持大一统的人 可是我们要再换位思考的话 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 虽然人为柴使 鸟为食王 但是在一种法治健全的社会里 人们会最大限度的遵守法律制度 所以啊 这才使得天王星大楼的质量 不会像豆腐渣工程一样的存在 而在我们的大陆人眼里 天王星大楼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台湾花莲县地检署 却还要查找大楼塌陷的原因 不管是问责也好 还是为了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也好 台湾的表现啊 就和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啊 台湾这次的地震呢 虽然有32颗原子弹的威力 在真实的台湾面前 这32颗原子弹 不但没有破坏到台湾 相反啊 却把台湾的真实美好 传向给了世界各地 这正好和中国故事 还得靠边的红社会 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给你退一家了 好嘞 好嘞 那不好吃 护了眼睛吗 好吃的退啥呀 那么好吃的退啥呀 今天一天遭到的鱼镇 178次鱼镇 那么就鱼镇呢 就6.8级到6.9级是地震 鱼镇 180来次 刚才日本 我个人认为 兄弟们 不用打他 自个就震没了 为啥 他就 他就处在那个地震带上 知道不行吗 我跟你讲 兄弟们 就这个国际形势一紧张 再加上 知道什么 自然界出现一些问题 你们认为 是不是多少 都有点带点战争迹象啊 你看啊 你看以前古代 一发生什么战事 不是那克力无首 就是什么 虫害 再就是疫情 对不对 兄弟们 你们你们好好看看以前 晚上你其他别的国家的政府 就增加什么客捐赋税 导致民不留省 晚上之后那丁光武士 就发动战争 就是这个对天意 重要有时候 你不服也不行 就是天意难为 就像小本人这个国家 我都跟你们讲过 今年1月1号那一天 小日本就出现了 大规模的地震 这一年 我个人认为 他一直在 得在这个震中震过去 为什么 开年第一天 你就在震 你说你这个国家 那不震亡是啥呀 震亡震亡 这句话 就是给日本整的 这国家早晚 就是自己 在地震中身亡 简称震亡 哈哈哈哈 我们不谈 这脑残粉红的人性 我们就说 日本有178次余震的话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小粉红幸灾乐祸的 都得放鞭炮了 在墙外的我们 不可能不会 看到这样的视频 所以 我还真的上网查了下 日本到底有没有 178次余震这个报道 结果发现 有这组数据的 一个是来自台湾本地的余震 另一个呢 是08年的日本地震 所以啊 我不知道 它的178次余震数据 是从哪里编造出来的 说句心里话啊 台湾的这次地震呢 我们见证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画面 人家根本就不需要扁 尤其是台湾的医护人员 舍身护婴的壮举 更是让人感动不已 老实讲啊 我真的不是恭维台湾人 而是我曾经生活的 那片土地上的人性 越来越泯灭 有群人 他们不仅把人和动物化等号 他们还发展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他甚至还敢不要脸的说 共产主义是历史上 最美好的社会 人就是灵长类哺乳动物 对动物而言 最重要就是生存和繁殖 那延伸到人的身上 最重要就是钱和信 记住人造神 打破平等的身份 才是成事的第一步 这个世界只有强弱 没有对错 没有好坏 没有善恶 只有强弱 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弱肉强食 丛林法则 但是有多少人 能够接受这套理论呢 别人说你好 你觉得自己飘 人家只是利用你 别人说你好也好 说你坏也好 你根本就不在乎 那才是强者 你做事情 需要跟别人汇报嘛 除了老板 除了客户要汇报 其他无需跟任何人负责 你对谁负责 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对自己负责 你就会越来越清醒 越来越聪慧 精力会越来越强 你如果对父母负责 对老板负责 对所有人负责 大哥 你是神仙的 所以啊 有魔供这种鲜明的对比 各位啊 就能感受到 我们对台湾的真实心境了 同时啊 大家也可以想象 很多中国人 崇尚丛林法则 甚至搞造神运动 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 最基本的相处方式 和信任 那也就能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国人 总会待人 如对待动物了 所以说 魔供建立了 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 那一定是 动物世界里的 豺狼虎豹 才能享有的 恶魔社会 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 就在台湾地震后啊 杭州呢 也出现了地震 只不过这个地震比较轻 只是引起了大家的 短暂关注而已 但是呢 有一些劲爆的内容 却没有被大家关注到 比如说啊 杭州九宝路面的路面 出现了裂缝 当地城市互动 何时解释 这只是过往路面 修补的痕迹而已 当然啊 有些人说 这张图片也说明不了什么 那下面这一张啊 可能就代表什么了 当天啊 一个网友 在感受到地震的时候 他以为是房子出问题了 结果他出去一看呢 果真一道大口子 所以网友看后就说啊 人家地震啊 楼子塌了一丢丢 你只是有点感应 墙就裂了 对此呢 作者回复道 地震要在我们这儿 这楼估计就悬了 这不是估计就悬了 这是一定就悬了 另外啊 杭州当天地震啊 学校监控拍摄到了一组画面 这组画面也引起了社会的热议 这是毁入日展 可是技术的意思 第一次 有欧阳æ gets lost 啊 怎么办啊 救她啊 这个 act 之后 这个老师的表现确实像网友说的 绝了 我以为他开门会第一个跑 结果还真是第一个跑了 我觉得后面那三个同学更搞笑 人家都跑了 他们才后知后觉 喊了声地震 然后跑了 不过还好大家都没事 后来我就看了下评论区 结果我发现逃命的老师竟然不止一个 很多同学都经历了这么一回事 这位同学说 这老师反应真快 我高中时地震 当时物理课 老师说大家先别慌 我出去看一下 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还有的网友说 08年5120 我们的数学老师直接跑了 由于那人平时打人特别暴力 班里学生没一个敢动的 只看着他跑了 还是我们隔壁班的老师过来大喊赶快跑 我们才跑 大难来了 我们能理解老师的逃命行为 我们也不评价老师的对错 可对比台湾的旧猫女教师和护婴的医护人员 这老师就是最真实的对比 他就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和价值 所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当然相继地震的还有四川和云南等地 看来这些天全球都在颤抖 那上一集我发布了南昌暴雨的视频 那很多人看后就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恐怖 当地人也觉得异常的恐怖 而恰巧南昌当地有个万寿宫 后来就有一个主播跑到这里玩时 他发现万寿空里的一个索胶井铁链断了两根 所以当地人就说 是这条水蛇脚龙跑了出来 才祸害了南昌 使得南昌下这么大的暴雨 我们不说传说的真假 但是这主播却在第一时间 被抖音平台给封杀了 你有骗过摘迪 我给迪迪迪迪这个死了好不 4月3号我跑到万寿空去 把那两根索胶井里两根铁链断了的事拍出来 我第一个发的 王好流量比下推的好高 我就被陷了你知道吗 死死的被封印 说我涉嫌什么封建迷信一下的吧 我以为这个事情就算了吧 结果我诡异高级的事情 别人发的全都火了 就我死死的封印在那里 收都收不到摩哥 不知道是因为这条锁链 引起了一系列的关注度 还是他们害怕搅龙 祸乱南昌 反正当地的工作人员 马上就把这两条铁链给接上了 看来是真怕招包 当然这些天中国的天气 也是极度的不正常 广东韶关一小时的降雨量 是13厘米 破了当地的历史小时峰值 连续下了三天 庄家受损严重 优优独播剧场上 现在才两点钟 听见没有 这里是越北人民医院旁边一点点 大家看一下 这棵树这么大 都被今天的风直接吹下来 天呐 大家可以知道 今天勺管的这一场风 到底有多大 而这次更恐怖的事情是 本次暴雨正好赶在清明节 一村民七人扫墓拜山时突遭雷击 大家没看错 就是七人 其中一人大面积烧伤 所以各位朋友们 现在的天象确实不正常 前两天美国的一个摄影师 拍摄到了自由女神像被雷击的画面 小粉红认为 这是美国遭暴被雷劈 但实际上 我们都知道自由女神 她就是一个避雷针 一年被劈好几回 我相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你不要老是幸灾乐祸 而且不是不报 但你也不要看中央日报 最后我想说 人本来就是善恶同在 可非要放大人性的恶 朝着恶的一面发展 等失控了的时候 我们再呼吁人要变善良 那不就为之已晚了吧 所以趁天下还没有大乱 人还有良知 我们就要成恶扬善 让善回归到人应有的一面 那么天下才会有真正的太平 人才有人的幸福 好了 我是大树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到底是哪里惹到你们台湾同胞了吗 真的是气死了 我是真的不能理解 你们的仇恨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你们的脑子在想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中国大陆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吗 我应该说我一下 我应该说是什么 那我们的脑子在想什么 我应该说是哪里的 感谢观看